2023年亿万富豪人数榜发布 新加坡列全球第七亚洲第三 超级富豪新基准是1亿美元以上 最新报告显示 新加坡位列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十大城市之一 有330名亿万富豪居住于此 在榜上位列第七 在亚洲城市当中排第三 2023年10月10日 财富和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Partners发布的2023年亿万富豪报告显示 目前全球亿万富豪人数为28420名 较20年前增加一倍有余 较去年同期增长12% 该报告采用了全球财富情报公司 New World Wealth的独家数据 至于快速增长的全球精英阶层 均是极具影响力的超级富豪 他们拥有的可投资资产至少达到1亿美元 正如去年的第一版亿万富豪报告所述 按照国家来划分 大多数亿万美金富豪或亿万富豪集中在美国38% 其次是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市场 全球三分之一的亿万富豪居住在 50个主要城市 这份报告采用财富研究公司 New World Wealth的数据 十大城市榜单中 前三甲都是美国城市和行政区 纽约市以775名亿万富豪高居榜首 旧金山湾区以692名排第二 洛杉矶以504名排第三 芝加哥以286名亿万富豪排名第九 亚洲有四个城市和特区进入前十 北京以365名亿万富豪位列全球第五 亚洲第一 上海有332名亿万富豪排名全球第六 亚洲第二 新加坡排名全球第七 亚洲第三 新加坡的亿万富豪人数 从一年前的336人滑落至330人 香港以305名亿万富豪排名全球第八 亚洲第四 Henley Partners首席执行官DR George Steffen称 一亿美元以上级别的亿万富豪 是当今世界对超级富豪最贴切的定义 他说 不久前 在20世纪90年代末 3000万美元的级别是大多数银行认同的超级富豪 但在此后 资产价值大幅上涨 这使一亿美元成为新的基准 报告指出 全球三分之一的亿万富豪居住在50个主要城市 以国家来说 大多数亿万富豪集中在美国 其次是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市场 截至2023年6月 美国有12座城市进入前50名 这些美国城市共有3311名亿万富豪 占全球亿万富豪人数的11.7% 英国只有伦敦一座城市进入前50名 它有388名亿万富豪 名列第四 在排名前50的城市中 中国电子商务中心杭州的亿万富豪人数 将在未来10年增长95% 预测增速高居全球第一 紧随其后的是 中国科技中心深圳增幅达88% 上海、北京和新加坡的预测增幅 分别为63%、60%和55% 也远高于全球的38%平均预测增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